从4月6号开始到现在 抵制原神 抵制米哈游 为更好的米哈游等等相关的话题 突然在推特上被大量的讨论 一度上了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趋势榜 也就是我们国内常说的热搜榜 相关的推文 粗略统计已经超过了20万条 主要原因是认为 原神的游戏内容涉及了种族歧视 正反两派的玩家为此吵的热火朝天 躲过了抄袭和隐私的焚拨 因为种族问题要受到这么大的质疑 恐怕是米哈游万万没有想到 事情的起因大概是与网友的一条推文有关系 这名网友分享了米哈游去年9月份 自己发的一则秋季招聘的宣传片段 在该视频当中有一个两三秒的镜头 是一位美术他正在画原神中 到处可见的小怪秋秋人 而电脑屏幕的右上角的小窗口 可以看到他使用的参照的原型 看起来像是在跳舞的印第安人 天天被虐被揍 智商多极又未开化的怪物 竟然是照着美洲的土著化的 再加上米哈游中国公司的背景 自然而然就有了诸多联想和争议 虽然西方人向来伪善假道 而且这种人形怪物 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个原型的 很多游戏都存在 但是看破不说破 米哈游这种自曝被石锤就 白口莫辩了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认为 那些喊着种族歧视的玩家 小题大做了 秋秋人跳的舞蹈很常见 在很多文化中都有出现 也有玩家认为 秋秋人并不是负面或坏蛋呀 游戏中还有大尾秋呢 莫非米哈游会说 自己的老板不好吗 随着秋秋人的争议 被讨论的越来越多 话题也偏离了之前的主题 变成了歧视黑人的争论 游戏中心炎和凯亚这两个角色 成了新的焦点 心炎的肤色比其他的角色都要黑得多 而且他的剧情中也描述了 其他人对心炎有莫名的成见或排斥 一些玩家把黑美心炎 与黑人被疏离 被讨厌的成见 变成了一起 凯亚的皮肤也是比较黑的 在游戏中文字描述中 称其为奇异的另类的 有玩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的词 经常用来被形容 人们对外国人的看板 有玩家则解释 心炎被认为是异类 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 而是因为他是一名 新兴的艺术朋克摇滚歌手 与相对传统的离乐岗 有些格格不入 而把凯亚描述为 奇异是对游戏原始中文的物译 指他是来自 托瓦特大陆以外国家的移民 还有个争议就是 游戏中的一个NPC乌尔法 在他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他喜欢上了蒙德城内的 花语殿古弗罗拉 还准备跟他表白 而弗罗拉在游戏中的形象 是个小女孩 有玩家就质疑 米哈游是不是恋童啊 这种细节就被挖出来了 不得不说都是真爱啊 不过有一名原神的创作者就只是说 其实内测的时候 弗罗拉是一名成女 不知道为何后来改成了小女孩 体型改了 文案却又没有及时改过来 导致了现在非常尴尬的一段对话 米哈游这一次风波 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尚且未知 不得不说米哈游却是在一些 细枝末节上做的不够严谨 不够好 以至于被人挑出了毛病 值得米哈游庆幸的是 很多玩家还是在维护原神 接近全力的为之解释 游戏越火 责任也越大 如今的原神已经是一款 全球都有一定知名度的游戏 成千上万的眼睛 盯着你呢 细节 决定成败